那么这个软件呢 打开之后啊 其实长得就这个样子了 啊 这个Wiseite可能其实它是在更新的 有可能我这个版本呢 啊 稍微有点低 如果你自己从网上下载的时候呢 基本上样子有可能稍微发生一点变化 但是最终的使用起来的现象是一样的 这么说理解吧 就是它这个软件也是一停不停在更新的 好了 那么当我打开这个软件之后 我应该先点哪个地方呢 首先点这部分 同样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capture吧 啥意思啊 啊 这个这个是这个单词啥意思 聪明 这个单词是聪明 啊 啥意思啊 这好像是捕捉的意思了 啊 你拍你的拍出来啊 我不是 捕获数据吗 这是文件 这是在线的一些东西 这是一些帮助文档啊 对吧 在interface list 这个地方 你点一下 你可以看看这个地方出现了个什么呢 什么叫做interface interface 翻译过来就叫做接口的意思 说得直白一点 我的电脑里边 对吧 哎 有几种方式啊 可以捕获到数据啊 点interface list 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两个 也又更直白的讲 就是你有几个网卡 你有几个网卡 这个地方时间就能看了几个 同样在这个地方呢 除了第一个之外 除了第一个 就是microsoft 就是这个软件的这个东西 你其实你看这个地方啊 他这个ip unknowing 然后这个package包 然后每秒钟有多少个包 是不是都是不知道 或者是都是领 你就在这个地方 你找一找 这个地方有正确的 ip有数据的那个 就确定了你接下来 要抓取数据的网卡实验 然后呢 点start 对了 点start 更直白的讲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没发现是导致率好了呀 你点这个也行啊 你直接点这个也行 点这个之后 找到有数据的这个 点start 一点start之后呢 你看 某个虚拟机正在试图 监视所有的网络通信 这需要关了个房 确定吗 确定 windows没有啊 这个mac有这个东西 然后呢 对吧 这是啥呀 来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 首先 当咱们大家看了这个界面的时候 对吧 你要明白一点 这个软件是用来干什么 当我接下来 在去写网络程序的时候 我明明发了 对方收不到 我经过检查 我的程序没问题 他那也没问题 反正就是收不到 那到底是我网络程序 真的有问题 我没看出来 还是说 我数据发走了 对方没有收到 对吧 接着一个 我说的一句话 想要去搞网络程序 一定要记着 在你解不了bug的时候 你切记把抓包工具用上 抓包工具一个功能是 你怎么确定 你的程序有没有bug 你怎么确定 你这个数据到底发的 还是没发的 你对两方面来考虑 你把抓包工具一开 只要你那个程序发的 所以我告诉你 百分之百你能抓到 不管发给谁 甚至发给你自己的电脑 127的0.01 你自己的电脑 你同桌 谁都想 这一定能抓到 在这个位置 是捕获的包的个数 一个简介 这部分会显示 你每单击一行之后 嘴挑 每单击一行 这就是一个包 每单击一行之后 在这一部分 就会详细显示 这个包具体什么意义 在下面这一坨 会出现 左边是16镜子的数据 右边是能够尽 可能给你翻译成 这个字母那种 左边是16镜子 右边是尽可能给你翻译 G 他们之间的这个数据 是E对应的 这个地方不是有个M吗 这个M这个字母 就对应这个 我话多了 M这个字母 对应于这个4D 16镜子的4D 将来翻译成一个字母的话 就是M 那么后面的这个点 点是啥意思 如果你这个地方 这个值 它并没有找到 一个合适的字母来翻译 就用点来找 它并不会给你翻译成汉语 它不会的 这个哥们它不值汉语 好了那么 那么也就是说的直白点 在这个地方看起来是 你抓到多少包 一个简单的一个列表 每点一行 这个地方会显示详细信息 这个地方会显示 它的真正的 在内层里边的数据是什么 你每点一个 它给你解析出来是什么 在内层里边 真正同样思虑禁制 又是什么 每点一个 下面这两个东西都在动 那么这个地方 Felter 这个地方的干啥呀 过滤 在这个地方写过滤规则 比方说我只想看UDP的 只想看TCP的 在这个位置下 那么上面这些太单的按钮呢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你多按就行了 点这个是停止抓取 点这个是重新抓取 点这个呢 也是打开一个新的 好 接下来看到这 我往下翻呀翻呀翻 你没发现 看我的滚动条 看我的滚动条 你的滚动条 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吧 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好的东西呢 为啥 这谁发这包啊 192.168.33.98 发什么呢 所以看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一列 表示你运行起了 你的这个软件之后 不到包的时间 这一列表示原IP 这一列表示目的IP 这一列表示你用的协议 这一列表示你数据的总长度 这一列表示一个简单的 一个信息的描述 他认为的一个信息的描述 好了 同学们来看上 我9.31这个为例 192.168.33.98 这个电脑给192.168.33.255 是不是发了一个东西啊 255是谁呢 255是广播地址 255是广播 同学们也就是说 我原来给大家在讲解IP的时候 说过两个IP不能用 还记得吧 那两个 权威艺的那个 是不是还权威力的那个 是不是用不了啊 权威艺的那个 用来干什么呢 用来广播 我现在的屏幕 请问 你看到你同桌是不是也看见 实际上我是在广播我的屏幕的 因此导致了 这个包一定百分之百是我的 因为只有我的广播 你们都没在广播嘛 如果你也装了这样的软件 我告诉你 你也可以广播 那么这个地方无非是可视着我广 我用的什么协议呢 UDP 我这个数据包有多长了 这么长 那么这个包里面到底是什么数据呢 你不管单击哪个 你只要单击下面在散 是不是下面在动 你单击之后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就是你刚刚点的这行的一个详细描述 这个是内存里面具体怎么存的 这个是他给你按照四层给你展示的 来他们来看这 user datagram protocol 把这三个单子的手字母提出来是什么 udp 没错吧 你在网上看 什么internet 什么什么 IP 没错吧 在网上又是什么东西呢 到了这个地方就到了麦克地责 就是网卡的一个硬件的一个号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一单击下面就是在这附近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跟着一起的散啊 我每单击 他就有个蓝颜色的东西 他在变 什么东西呢 这层就是我 这个啊 这个不管 这个是收到了所有的数据 这个不管了 这是所有的数据啊 这个 是链了层数据 这个 是网络层数据 这个 是传说层数据 这个 是你的英文层数据 听到我的意思了吗 研究者说通吧 我刚刚发的实际上只有当前蓝颜色的这一团 为了保证这个数据稳定过去 我在这个数据的前边加了一坨东西 大家看出来了吗 然后我又在这一坨数据里边往下传的时候 请问他吗 我那会说个过程啊 先是应用层 接下来传给UDP UDP接下来传给IP IP接下来传给链了层 传给了麦克地址 接下来是不是台湖发动了吧 这层 其实就是应用层数据 就是从这 就咱们刚选择了到这再拖 都是应用层数据 你发现在前面是不是家里的东西啊 这层就是什么层 这叫什么层了 这叫应用层 这叫 这个什么传说层 这叫网络层 是不是这叫链了层 无非是他画的 和咱们原来理解 那个什么 反过来的了吧 反过来的啊 对吗 为什么他又翻过来 他不是闲着没事干了吗 他翻过来干啥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也就是说 我在发报的时候 我发的是海漏 实际上他真正在填 都是填在前面吧 填在前面的时候 对于接收方案 就是我发给你的 请问你接收 是不是你先盼着 对前面那个对好吧 你不是盼着最后边 你就是盼着最前面啊 所以说 最前面的是 是什么了 炼了层的麦克地址 对看 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东西一个纸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纸啊 那么这就是麦克地址 这个地方是IP地址 这个地方是UDP的端口号 一切的信息 再往后 是不是就真正了 是不是到了 你真正应用程序 自己要发的数据了吧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广播的这个软件 实际上他真正发的协议就这些 前边的都是辅助他把这个数据传递到对方而已 这么说能理解吗 这些其实就是真正的应用程序的数据 翻译不过来 对吧 这边很多东西他翻译不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看的就是乱了 没关系 把这个数据发过去 行 算吧 我没单击一行 知道这个地方 每一层的含义了吧 当我做一个网络程序 我发走了 对方他就是不行 你就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值到底是谁 你就知道了 好了 我不想看UDP 好恶心啊 我看一下TCP怎么看 TCP直接写上 只要后边的背景的色是绿颜色 那就表示你写的过的规则是正确的 只要是红色 就不对 来写上屁走 回车 大家看他的干啥 我正在过滤TCP 我正在从147万个数据包当中过滤 现在已经过了将近40多万个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在发广播的过程当中 就这么一会儿 100多万个包出去了 就这么简单 就100多万一停不停的过去了 就是个道理 好了 那么稍等一下 这个马上就结束了 是吧 大家说这么多 我只要把视频广播一停就没有了 你知道是吧 除非你是开的下载 是吗 过滤之后这啥玩意儿 你也没发现在这一列是不是都是TCP了吧 OK 这就是过滤出来的数据了 过滤出来的数据了 好了 谁发给谁的 谁发给谁的 你看我的电脑在干啥呢 我的Mac现在想要给他发东西 想要给他发东西 我估计这两个IP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苹果公司的 为什么呢 很多东西他有的和苹果公司有通信 请问同学们 你也没查解一个东西 你的手机只要登上QQ 过一段时间对方只要给你发消息 你的QQ砰就弹出来 QQ砰是不是就弹出来了 他是怎么弹的呢 实际上他就是把你手机里边通过一个特殊的底层的一个链接 无时就是时时刻刻的链接的苹果的服务器 苹果的服务器只要有数据 接下来要推送到你的手机的时候 立马推送到你的这个里边去 接下来你的手机立马就弹框 听懂了吧 实际上Mac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Mac也有弹框 Mac弹框的一般会在这个地方 会在他的这个右上角 所以说弹出来要比你的这个右下角要好看一些 要好看一点点 好了 那这就是过滤规刀 还可以怎么过滤规刀 太多了 我想重新来一遍 你点这个 我点了 我点了 我再来一遍 重新抓去 点这个它还过滤 我点这个 你保存刚刚那个吗 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它可以把你抓到的数据给你保存起来 以方便你日后用 好了 不保存继续 开始 为啥没有 为什么现在什么东西没有 因为我重新抓取了 是不是现在还没有TCP的数据了吧 所以说导致这个问题 那么我不想看TCP了 我想看UDP UDP是不是就直接这么写了吧 或者说我想看某个IP怎么写的呢 比方说我想看一下IP.dest 有个叫做 dest 来看一下再啥意思 你猜猜吧 IP.dest 什么意思 目的IPD字 你发生的目的IPD字是谁 等于 比方说 我就这样 我打开我的费Q 我找个同学 我给他通个信 我聊一聊天 来看着 我随便走 来来找江同学 我找到江同学了之后 你看着 我接着发一个 啥 啥 啥 我这里边没有看的 或者是有这么多数据 我是不是也区分不出来 首先第一个点 你刚刚发走的时候 你用的是什么写 你得先区分TCP 是不是还UDP 我刚刚用的是什么写 UDP 好了 来写上UDP 回车 他接下来就在过滤 有20多万个数据 还是过滤挺快的 过滤了 哪个是 你立马就忙了吧 哪个是 我不知道 怎么办了呢 我想要看他里边数据 我怎么办 第一种方式 过滤他的IP 也可以 来同学 他的IP是谁呢 他的IP是192 168 33 45是吧 来 我就写上 IP.dst 我刚不是给他发了个45吗 等于192.168.33 多少 45 回车 来 找到了吧 点开看看是什么 点开 192.168.5 给45发了一个 我给45又发了一个 我给45发了两个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这个有这么一坨的恶性的东西了吧 上面那个不是 下面这个才是 那么上面那个简单 你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上面这个东西是什么了 你简单翻译过来之后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地方叫做1什么什么下滑线什么什么什么再坨再坨一直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是不是有个冒号 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冒号 到了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有个叫D O N G G E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找到了吧 你在往后找找到了114114有了什么 所以有了 所以已经发现一丁底的数据了吧 其他的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已经发现了 那么你在点下面这个 这个还是我发给他的啊 我看一下点一下Date我看我发给他的什么啊 我看我发给他的是什么呢 找找 这里边有我的名字有啊有我的名字也在这儿我发给他的什么呢 从这个地方我还看完了谁要是能认识 对吧今天中午请我吃饭 他绝对不认识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 飞鸽传输已经加密了 导致的你把数据抓出来如果你不会解密也很尴尬 你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说获取别人的数据很简单关键一点就对你怎么去破解他 这个呢值得研究 好了我刚刚给江同学你发了他来了吗 这就是 现在知道怎么过来IP了吗 来我问一个问题啊我想判断一下给我发的 我想判断判断哪一个IP 我怎么多了 IP点SIC 请问他们这是啥意思 啊 看啊我我怎么叫的IP点 你撬上一个点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已经出了一坨 你通过上下键你去选一选就去选 你撬上一个S 或者说如果太多的话你去撬上一个 撬上一个S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个S SIC HOT 是不是有个SIC 这个东西啊 这个意味啥什么 原IP的例子啊 192的168.33.45 我看看 江同学有没有给我发 对吧 来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越来越大了啊 这个越来越大了啊 江同学已经发过来了啊 想配合的不错 可以啊 来加拿来继续啊 等了他过来完马上就过来完了 哈咱们 你没发现 此时 SIC 只要是在IP的 通通都在这 听听清楚了吗 那么这就是他发给的数据包啊 他发的数据包啊他发的是什么等等等等等等都在这 不仅可以直接写在那IP啊 还可以直接写IP还可以这些什么东西呢 还可以写这样 And UDP 那这啥意思呢 我就跟你说这啥意思呢 判断来源的IP是这个的 并且协议是UDP的 当一个来源是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是UDP 是不是也可能是TCP啊 所以说呢 And能用 听完 扩展一下的 And能用什么能用 哦是不是一定也能用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他们甚至是Note也能用 都可以 都这个地方都是行的 都是行的 好了 这就他 这就他啊 判断一下这个东西 判断一下这个东西 好的嘛 咱们再试一下UDP.port 大家发现这什么东西 等于2425回车 UDP.port等于2425你猜什么意思 使用UDP协议 并且UDP里边的端口是2425的数据包是不是全部干出来 好了那么你就稍微等一等你看看啊 你稍微等一等你看看 啊 OK啊 可以通行吗 啊不错啊 已经配合了过来了啊 来看这 当前 Faq 啊 就是Faq传输 他在通信的整个期间都是用的2425端口 现在收到了所有的数据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用到的UDP的端口是2425的 这样在这个位置啊 全部都是啊 当然这个SIP是PIN PIN他也收到啊 好了 那么主要看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全部都是他了吧 你想看谁你把它点开一句分析了 基本上这就是规则 那么UDP的port能用请问 TCP的port是不是也会了吧 换他不换的东西 好了 网络 抓包数据工具 Wiseite 基本上就这东西 知道吗 最后咱们总结一下 这个软件到底有什么用 你告诉我 你别背 这个软件有什么用 啊 这个软件不是让你去打开 接下来把这个东西打开看看有很多个包就完了 是什么的呢 当我接下来的工作的时候 如果我要做了一个网络程序 我明明发了 但是对方死活收到 那么到底是我程序有问题呢 还是说这个数据 就发走之后网络有问题了 你说是不是很尴尬的事情了 你不能确定啊 我的意思是 你把这个工具呢你理解了 也就是说当你遇到类似于这种功能的时候 就怎么解都解不了的时候 你要确定这个包到底有没有发走 发走的到底是什么 分析一个数据的时候 用这个软件相当给力 啊 相当给力 他说的更直白的讲 他就是通过原始套节字 来直接穿到你的整个操作系统 最核心的那部分去 把所有的数据 拷贝了一份出来 这就是YSEC 非常厉害啊 非常厉害 只要搞网络 就是说的直白点 你想搞的特别深的话 基本上这个软件是必备的 必备的 好了我就直接挂了他们 学会这个东西怎么用 用来干什么 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